好了来简单回顾一下 我们不能再花特别长的时间 然后去回顾这些东西了 然后呢要不东西都讲不完了 我们来去看一下第一个叫什么 昨天讲的叫单例是不是 然后单例的话呢是 什么情况下需要单例 就是我在某一种场景下 需要我的对象 是不是一直用一块地址就行了 然后无需去创建多个地址 所以你就创建单例 单例的话呢在这叫做single tongue 是吧其实这个名字你随便来去起 然后只不过就是你怎么做到单例的 然后回头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就是单例的话 我们现在是不是用这个谁来去完成 杠杠你有杠杠 在有的面试题上还会让大家问到 实现单例的方式有几种 然后其实有多种实现单例的方式 剩下那些方式的话呢 大家可以自己来去扩展一下 从网上去找一下有一个装饰器方式 还有一个圆类的方式 都可以来去实现它的一个单例 这个部分 我们昨天的话是这样写的 叫incidence 是不是 然后呢 那我们在这儿是不先给了一个什么值啊 no 然后呢我们在这一块是不是就定义 刚刚刚new 刚刚 然后呢在这儿是不是就给它传对应的这个参数 是不是啊 好那在刚刚new这个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判断了 判断你的这个值是否为空 对吧 所以在这儿的话就是判断啊 然后谁呢在这块判断 然后呢你的这个instance 然后是否是谁啊在这儿 non值 是non我就给你空间 不是non的话 我接下来是不是就把那个值给返回了 所以我在这一块的话是不是就是if if isinstance 然后是不是等等啊 non的 是不是啊 然后或者意思呢啊 然后呢那我在这一块是不是一个空值啊 在这儿 如果是空值的话 当然你在这儿要拿cls点 然后来去判断 是空值 然后我就创建 创建是不是就把我创建好的那个给你返出去了 然后否则的话呢 否则你就直接把有地址的这个 是不是就直接给他返回就ok了 是吧 所以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啊 然后呢 但是事实上有单立创建单立的方式 不仅仅有这一种 可能有多种 就相当于代码一样 代码的话呢 可能都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但是方式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我要求一到一百的雷加和 可能有同学用full 有同学用well 是不是啊 然后都能够去实现 比如说有同学还用那个地址呢 是不是啊 其实三种方式都可以达到一到一百的雷加和 但是 然后呢 代码它是什么的 它是灵活的 所以啊 呃 大家可以去扩展一下 下边那个 当成一个大家客厦的 呃 一个部分 然后呢 去扩展 比如说有装饰器方式啊 是吧 有原类的方式啊 原类的话 可能需要大家去 嗯 去 去找一部分 我看一下我原来有没有原类的视频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回头我可以把我原来原类的视频给大家发过 你们自己来去看一下这块的东西啊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都可以来去达到它的一个单例啊 后边的话我们其实讲的就是模 块了 是吧 然后对于模块来说的话呢 我们首先是分成两块 一个叫自定义模块 然后是不是一个叫系统的模块了 对吧 然后自定义模块 那我们说什么叫模块 是不是某某某点py文件就是一个模块了 而这个模块里面放的是不是就是一些功能相近的函数或者类啊 那我接下来就涉及到模块的导入 导入第一种方式 是不是就可以这么来去导入去 或者是fromxx 然后import 然后某某某啊 对吧 然后还有一种导入方式是from这个import 谁啊 在这块 新 然后新再去使用的时候 往往会结合在你的模块里面加 哦杠杠 是不是等于一个列表的方式来去使用了 嗯 然后那我们再去用模块的时候 又讲了一个杠杠内幕 对吧 杠杠内幕是干啥的 在这块 呃杠杠内幕的话 在这一块的话 是不是就是在自己里面就叫杠杠满 在别的里面是不是就是模块名了啊 关键就是看在自己里面还是在谁里面 还是在别人用我啊 所以自己就叫什么了在这一块我们说就叫杠杠M 杠杠满 杠杠满 然后在别人用的话呢 啊 别的什么在这使用别的使用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模块名了啊 就是你的模块名是什么 然后呢他在这一块拿到东西就是啥了啊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是关于模块 模块的质点就是你会知道什么是模块 一个PUI文件就是一个模块 而模块怎么来去导入是不是涉及到就是这一块的导入部分了 但是这一块 然后还简单一点 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这一块后来是不是又涉及到一个谁的概念啊 包 为什么要有包呢 包就是组织你模块的一种方式 其实在你的词盘上看包就是一个文件夹而已 但是呢在我们python当中项目里面的话我们就不叫文件夹 是不是就叫包了 包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只要你说它是一个包 昨天是不是创建了一个优所包 只要你说它是包的话 那在这个包里面就必须要有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杠杠unit杠杠.py这个文件了 然后是不是再有其他的一些模块了 是吧 再有其他的一个.py 或者在这一块的话呢再加一个某某某.py 是不是就是一些这个文件了 嗯 好 那我们接下来需要大家掌握的是什么呢 就是包里面内容的一个引用的问题了 啊 我现在怎么办包里面的叉叉.py里面的东西 然后使用呢 比如说在叉叉里面的话 有谁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啊的方法 那我现在就想用这个啊的方法 那我现在怎么来去用 那我们告诉大家了 首先你在这块是不是就应该导入的方式了 啊 from谁包名 你为什么我在这儿直接写包名就行呢 因为我们说了他呃 昨天是不是给大家讲了一下他的搜索路径了 搜索路径的话 是不是他默认是从你项目的根下 是不是来进行搜索的了 所以他在这儿是包名 包名下边的叉叉 然后import下边的谁 addadd 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这个add这个函数了 对吧 然后呢我们说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 相对路径的话呢 它会存在各种问题 在虽然它也不会报错啊 但是它会有各种问题 比如说昨天我们是不是用了一下点什么什么什么的方式 然后就报错了 那个方式就是如果在文件夹名使用点的话 它有的时候啊 但不是绝对的 我发现 然后呢可能有些同学在那块用的时候 原来在写粘购的时候是那样 在用相对路径的时候 有的同学那块用就没有问题 但是在有的同学那块 它在一导入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它底层自动就改东西了 所以呢在这块我们建议大家啊 你最好用什么的方式就ok了 是不是就是用这种绝对 绝对的话就是直接包名点 模块名点找你的功能去 用这种方式然后来去使用 无论你在哪个位置 导包的方式是万年不变的 比如说我是在哪 我又有一个包 我在这个包里面 然后有一个article包 而在article包里面有一个文件 是吧 然后呢叫aa.py 而aa.py是不是就要用到里面的add了 那怎么办呢 这样来去做就ok了 对吧 那如果说我现在在哪 在外层这块 是不是也有一个bb.什么呀 叫py文件 而它跟article和user是不是同级的 那我能不能用这个add呀 能啊 那你也是from什么什么 就是说只要你用这个绝对路径的话 不管你是在里面还是在外边 只要你在这的话这么用就ok了 好那因此你在这一块的话呢就干什么了 就ok就可以这么来去作用 所以你用a也好用b也好都可以这么来去导入你的东西 就是导入这块的add来去使用了 昨天的话我们还给大家说了一下谁啊 是不是init了 init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不是只要我包一导入 是不是默认就会执行这个py文件里的代码了 所以在这要知道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谁的导入 包的导入 对吧 然后都会 然后呢默认谁啊 在这执行你的这个杠杠 init杠杠.py这个文件了 就是这个文件是不是就是默认 然后来去执行的这个文件了 所以呢大家再去写一些代码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会往这个里面来去放 它表示一个文件叫做初始化 所谓初始化就是只要包有了 它的里面代码就已经有了 它是随着包同时来去出现的 只要导包这个里面东西 是不是就自动会加载在内存里了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说 在这个里面还可以放谁啊 杠杠 但是放的时候比较少 但是大家如果看到 你要知道什么意思就好了 杠杠 然后是表示什么意思 对吧 杠杠 的话也是结合新 然后来去使用的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杠杠 我在这块给大家 然后说过 如果我要使用的话 是不是就是from一个包名 对吧 然后我想把这个包里面的东西 都导过来用 但是事实上这种情况用的不是很多啊 所以就说只要我from包名以port行 那也就说把这个包里所有的模块 是不是都导过来来去用了啊 然后那你默认是不是导不过来的 然后你必须在你的这个里面加点 加你想暴露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才能够去使用了 对吧 所以你在这一块的话就记住 然后呢 杠杠奥的一个使用前提 就是这种情况下会结合杠杠奥 其他情况下都不会用到杠杠奥了 而我们事实上开发用的最多的是谁 我现在给大家写的这种方式 你记住就OK了啊 好那我们下边再来去说 说谁呢 是不是后来又说了一个叫什么 循环导入吧 循环导入的问题 循环导入的话呢 它是什么 就是在一个模块里面 是不是导入另一个模块了 而另一个模块是不是又导入我了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们说这个问题的话 一定要干嘛呀 在这块 避免 那避免的方式是干什么呢 第一重构你的 昨天是不是说了 第一你要重构你的代码了 然后第二种方式的话呢 说吧 那需要重新导入的 或者用的这块 是不是放在函数里面 将谁的你的导入语句 是不是给他放到谁里面 函数中 还有一种的话呢 放到谁当中函数中 还有一种 就是把你的导入语句 放在模块的最后 把谁呢 在这块 把你的导入语句 然后放到谁 你的模块的最后 但是一般我们提倡的是谁呢 重构的话会代价比较大 然后一般就是把它往函数里面放就OK了 如果真的会出现的话 然后你要放到最后 它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东西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么来去做 如果大家前面关于包啊 或者是关于模块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自己在单独来去问我就OK了 回头我把笔记 然后发给大家 然后我们接下来说系统 系统的话 是不是昨天就讲了一个SYS了 是吧 然后说了一个SYS点谁 PASS SYS点 VERSON 是吧 SYS点 叫ARGS 叫V ARGV 还是 是这样吧 好了 那于是我们来去看下一个模块 叫什么模块 TIME和谁 DATEM 然后与谁在这儿叫DATEM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还会再给大家提一下谁 Random Random 是不是我们只用了一个Random In去啦 那在Random这块的话呢 还有哪些 然后我们可以 然后来去使用在这块 所以在这块也给大家来去说一下 剩下的话呢 我们可能我可能会简单带着大家来 去使用下第三方包 包它有这几种 第三方的包 是吧 那什么叫第三方的 就不是系统的 是我把别人的东西下载到我这儿来去使用的 所以就叫第三方了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去看后边的这个TIME DATEM 然后Random 或者是Current 然后等等这些 好 首先先去看谁去 TIME 来看这块 然后我们在这块有一个谁 TIME 然后TIME不行 我不能叫TIME.py了 要不就跟那个冲突了 是吧 然后我得在这重构一下 稍等 然后在这如果米容起错了的话 然后你怎么办 在这块 然后有一个REFactor 然后这有一个Rename 对吧 然后去给它改去 然后我就给它加个01了 然后为什么我不能用这个 因为系统已经有这个模块名了 如果我要用的话 是不是你系统的东西你就用不了了 所以我们在这儿来去看一下TIME这个模块去 TIME模块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唾点 其实对于TIME模块的话 第一你如果要是 其实这些东西的话 跟谁一样 跟我们当初讲字符串里面的那些方法一样 它里面的方法可能有很多 但是对于大家来说 你就记住常用的几个就OK了 是吧 然后那我们来记谁呢 第一个需要大家来去记的 比如说TIME点 TIME时间说 然后在这儿有一个TIME点 TIME 是不是 然后它在这一块 是不是就需要我们来去导入谁去了 是不是要导入TIME了 而一会儿我们再说 DITIME里面也有TIME 然后我们现在先说TIME 我得到的是一个什么 那我在这儿拿一个TI来去接去 然后我在这儿就来去打印TI的值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儿的话 是不是就会露出来一个这个东西了 这是啥呢 来进来来简单看一下 它在这儿的话 是TIME FROIT POINT NUMBER 是不是符点形的一个数字了 返回的是当前时间 然后 IN SECONS SINCE 然后是不是就是从 这个时间开始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秒了 是不是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它后边还有更精确的 其实你可以认为 这个是不是就它后边的一个毫秒值了 然后也就是说 点后边这个前面都是秒 后边这个是它的精确度 更高的这个部分了 然后我们往往用它来去求什么 在这一块求执行某个代码的时间差 我记得原来可能让大家来去做 不是 那个排序 冒票排序 或者是那个什么选择排序 它俩谁更快在做一个同一个的时候 是不是让大家去用了一下 TIME.TIME了 然后TIME.TIME 其实就是取时间出 然后我在这儿再取一个T1去 然后来一个TIME. 谁啊 TIME 是吧 然后我在这儿再来去打印去 因为计算机执行的很快 然后这个T和T1它有可能干嘛 执行的直是不是就是很相近很相近的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不是就是一样的了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你一运行可以 然后呢 理解是什么呢 虽然我现在得到这个时间出了 这个时间出了 但是因为你的计算机处理的速度太干嘛了 坏了 以至于它是不是在同一个点上 是不是就完成了这个动作了 你可以在这儿给它加一个循环 I 比如说IN 然后来一个Range 多少啊 在这儿来个1000 是吧 然后我在这儿什么都不做 在这儿来个PASS 我就也不打印了 然后呢 我在这一块 是不是就让它循环1000次了 1000次之后 我再来去打印 也还是一样的 那 然后呢 可以再加大点值 然后来去看啊 这一块的话 对于电脑来说的话呢 你如果是PASS 它可能没有做更多的一些处理 它可能速度就会更快了 然后如果你往这一块给它加 再加一些代码的话 其实就做它的一个时间出的一个判断了 比如说我们在验证排序的时候 原来是不是就可以验证两个时间是不一样了 但是因为你的计算机处理的太快了 很可能这个时间会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你可以用这个来去测 我们是不是还讲了一个SLEEP 还记得吗 SLEEP 3秒钟 对吧 然后TIME.SLEEP 3 它是什么呢 在这一块 秒 来看一下 SLEEP 里面传的是 SECENTS 它是Delay 延迟执行 For the given number of the second 对吧 然后是延迟执行你给的这个秒的这个数字 是不是 因此我在这儿又学了TIME下边一个方法 一个是TIME 还有一个叫谁了 SLEEP 然后我们在这儿再来去执行 然后三秒后 然后去执行 大家看6和9 是不是差的就是三秒了 后边的值你看是不是一样的了 所以在这儿的话一个3一个9 前面值都是一样 说明是不是就是明确的一个三秒了 三秒之后 然后又运行到下面这个代码 而这个代码的时间戳是不是就是239 上面就是236了 然后那在哪 在我当前的这个TIME当中 然后还有哪些呢 在这一块 它其实在这儿的话呢 就会用到一些时间上的一些转换的部分了 什么转换呢 比如说我现在的话呢 想把看不懂的时间戳转换成一个字符串的格式 对吧 时间戳你是不是看不懂 一串数字 但到底日期是什么呀 我现在的话就可以将谁呢 将你的时间戳 时间戳是吧 然后呢给它转成什么呢 然后叫字符串的形式 那怎么来去转了 然后它在这儿有一个TIME点 CTIME CTIME的话往这传递的参数是什么呀 Second CTIME它需要传的是一个second的 返回值是一个什么 字符串 它就是转换一个时间 秒的时间 然后突 死均本地的字符串形式 本地时间的字符串形式了 所以如果要想把这个时间戳给它转了 那于是你就把谁给它放进来就行了 T 然后我在这儿 是不是就会得到一个字符串的表示形式 然后我在这儿是不是再来去打印这个S去了 所以使用模块就使用系统给我定义好的 那系统定义好的里面的谁呀 TIME CTIME SLEEP 是不是都是用它定义好的模块的功能了 而我在这儿运行 三秒之后 然后出现下边这个代码 然后立刻它是不是就给我转成这种形式了 对吧 然后转成这种形式 是不是现在的话是9点49分14秒 2019年 然后这个叫做几月 6月20号星期四 是不是 就给你转成这种果实了 然后接着再来去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在这块的话 还可以把它转成什么 这一块的话呢 它的一个转换主要就是 转换成字符串 那还有一个是转换成圆祖的方式 圆祖的话 它叫Local Time Time点Local Time 所以接下来在这儿就Time点 谁呀在这儿 它有一个叫Local Time 也可以把T然后往这传一下 然后它在这儿的话 得到的一个结果是圆祖的形式 圆祖的形式是什么样呢 来打印一下看一下啊 好 那我们在这儿再来去给它运行 我应该把三秒给它住掉 要不每次都得等三秒钟 大家可以看到 下边这个打印就是Local Time 打出来的 打印出来的话 你看在圆祖里面的话 这个叫Stract 叫结构 时间结构就是这样的 然后它里面是不是有year 是不是有month 是不是有day 有hour 有minute 是不是有second的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在这块 这个叫weekday weekday是不是就是周几 但是它在这块写的是 写个三 是不是啊 然后呢 下边在这儿的话呢 是不是就又写了个171 那这个叫year 一年 哦对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是一年当中的第几天了 是不是啊 然后周周的话 它在这儿应该是它的一种计算格式吧 是吧 然后呢 然后呢 那在这儿的话呢 就是它能够 嗯 然后呢 将我们转成这种格式 嗯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去看 如果说我现在又想把它给干嘛回来了 转回来了 这是干嘛的 说一下 啊 就是将时间戳 是不是啊 十五 戳 然后给它转成什么的方式呢 叫元祖的方式 啊 转成元祖了 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取元祖里面的这些职 然后来进行访问了 说白了 嗯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还可以怎么来去做啊 好 那在这一块的话呢 还可以干什么呢 把元祖的时间再给它转回 时间戳的 就是相当于它的一个反方向了 是吧 然后呢 在这儿 啊 然后将谁呢 然后叫元祖 得 然后再给它转成谁啊 在这儿 时间戳的方式 是吧 那怎么转成呢 也是用Time 就是相互转了 说白了 在这儿啊 它有一个MKTime 然后把你的T给它扔进去 然后它又把它转回成时间戳的形式了 在这一块 啊 其实就是相互转 一个时间戳转元祖 一个是被元祖转时间戳了 啊 其实它就是一种相互转的方式啊 然后我在这儿 再Print一下 然后打印谁啊 TT 是吧 我把上面这个睡眠三秒给它做掉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再来去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给你转的时候 就转成这种时间戳 而把后边的什么给你去掉了 是不是这个 精度值给你去掉了相当于 然后就给你转成零 是不是就只是取得秒的形式了 在这一块啊 所以在这一块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参数是谁啊 去 是不是啊 Front Print Number 给你返回的是这个 啊 给你返回的值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大家看它确实带着小数点 带着小数点 后边是不是就给你去掉了 对吧 还有一种 然后其实这个大家就知道我怎么来去取 其实转成元祖有一个好处 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我可以通过T点点 然后去得到它里面的东西去 对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day 然后TM Yday Yday的话 是不是就是指的 170亿 就是取到它具体的这个值了 相当于 比如说我在这块还可以干嘛呢 Print 然后来一个T点 什么呢 叫T 是不是就是TM开头了 然后来一个Hour 于鹏你今天来了 就自己对着电脑笑一个劲的 站着啊 把耳机这个弄了 好 然后在这一块 是不是就得到一个谁 9 9 是不是就是9点了 好 于鹏你给我回答一个问题去 然后呢 我现在 现在说让转 别看代码 然后呢 要有一个时间转 转成字符串 用什么 用 Local 想好再说啊 否则一上午站 C time C time 你确定 确定 错了站一上午的 那转成元祖用什么 元祖 是 Local time Local time 是吧 那Sleep是干嘛的 是 让积船机等待几秒 好吧 在这占 占15分钟 答对了 也占15分钟 好了 那我们 继续啊 在这一块的话 其实就是它里面的一些转换啊 然后呢 如果有的时候你需要这么做的话 还有一种转换方式 就是把元祖的时间能不能转成字符串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将谁呢 将元祖的这个时间方式 是吧 然后给它转成字符串的方式 那谁是元祖啊 T是不是就是元祖了啊 然后呢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它转成字符串了 那怎么转呢 在这块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这一块的话呢 有一个这个方法啊 叫做STRFTime 对吧 然后呢 它在这的话呢 叫FTime FTime的话 大家看第一个传递的参数叫什么呀 Format 是不是啊 那Format是干嘛的 来看一眼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后边这个参数是可加可不加的 然后它现在就是给我一个格式 然后呢 那我现在在这一块是不是返回的就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返回的就是一个字符串了 啊 然后那我现在的话呢 怎么来去转对应的这个字符串格式去在这一块 然后来去看啊 它在这儿就给大家用了一下格式当中的方式 大家来去看格式 然后呢 通常就是平常使用的这个格式的扣的码有 大外表示年 小m表示月 小d表示 day 是不是月中的某一天了 大h表示24小时 大m表示minute 大s是不是表示second的了 z z表示时区 啊 然后下边的话还有一些小a啊 是不是叫week name了 啊 什么下边叫local full完整的week name 大a 啊 一次类推 啊 还有ii是不是表示12小时制了 啊 好那我们甚至于还可以带上am或者pm 那我接下来就可以这么来去给你转啊 转就是写格式了 百分号大y杠 百分号小m 是不是啊 杠 百分号谁啊 d 那是不是就得到年月日的方式 然后那我接下来在这能不能得到他的这个结果啊 然后呢在这是不是就来去打印一下谁啊 s 对吧 然后打印一下s 然后运行 看一下他当前这块啊 大家看他现在是不是得到的就是2019年6月20号了 那也就说我在这没有穿时间车呀 那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执行他 他默认取的就是当前时间 取当前时间 是不是把当前时间按照这种格式 是不是给你的格式出来了 只要你写y 那他表示的就是年 是不是啊 然后你空格一下 是不是还可以加上小时呢 是吧 大h是不是就是24小时质了 然后呢 下边在这一块来一个百分号多少啊 叫大m 大m是不是表示minute 然后在这再来一个百分号谁啊 s second 大s还是小s了呢 大s 是不是也是大s了 所以在这来一个大s 好 那于是呢 我们在这来去给他干嘛 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9点5841秒了 嗯 就是能够把你的时间以这种格式 然后来去给他输出去啊 好了 那在这的话呢 就是将圆 其实在这的话呢 也不严格是圆祖 你可以在这的认为就是我们时间车 因为他底层的话 他底层就是把时间车转圆组通过圆组 然后取一次往这来去放的啊 但是的话呢 你也可以认为他就是将一个时间车 是不是给你转成一个字符串表示方式了 格式更加明确更加清晰了啊 然后下边还有一个啊 就是将谁呢 在这一块字符串转成固定的一个呃 圆组的格式了相当于啊 将字符串 然后给他转成 然后叫做圆组的方式啊 那怎么转呢 在这一块 它在这有一个STR 谁啊 在这 还有一个P 是不是啊 P的话 他在这用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字符串 第二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格式了啊 那这个字符串怎么用啊 就是我已知一个字符串的时间 比如说是2019年 我用的是斜杠 是吧 06杠 然后呢 20 是不是给的是一个这种方式 下边的话呢 就给出一个什么方式啊 然后格式化 因为你当前字符串 是不是长成是这种格式了 所以你给的格式化 也一定是百分号大Y斜杠的方式 然后百分号什么 小M 再斜杠百分号D 然后他在这儿 是不是又得到了一个结果 而这个结果再来去给他打印谁啊 2 看一下这个R的方式是什么 所以以运行 大家看他是不是就2019年6月20号 而其他参数没有给 然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10啊 分啊 秒啊 是不是就没有了 但是他是递多少天 还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对吧 好了 所以你就知道这些就OK了 啊 常用的有哪些在这一块说一下啊 你重点计time.time.sleep会用到啊 另外的话呢 其实后边的这些东西啊 如果再去使用的时候用到了 然后比如说我就要得到一个就是标准时区的那个字符串表示 那你现在就用他 他打出来的话 是不是就是这种格式了 但是往往这种格式比较难看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用格式化的这种方式 是不是就能够看成我们自己能看懂的方式了 啊 所以在这儿加一个重点啊 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讲的 然后来去说一下 然后对于谁time模块来说 然后呢 他在这儿的话 重点啊 然后来加一个重点 然后需要大家记得就是time 我就time函数了啊 还有一个叫什么函数啊 sleep 对吧 然后呢 大家可能还会用到的是strftime ftime的话 是不是就是转成具有指定格式的字符串了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里面是不是放的就是你的格式 啊 而这个格式就会用到什么百分号大 Y 百分号 S 不不不不 就是小M 然后百分号D 是不是等等等等这种方式了 嗯 这个具体你鼠标按住control键 进他的谁就行了 进他的圆码 你就可以啊 是不是在底下看得清清楚楚了 这些东西没必要去记啊 你只要知道我怎么进圆码 大多数圆码上是不是都能够给的我们很清楚的啊 所以你就记几个就OK了 剩下那几个的话呢 你就知道了解他就OK了 了解的话就是你知道他有这个功能 万一我要需要的话 然后需要谁 比如说我要得到一个圆组 然后通过圆组点点 是不是就可以轻松得到他的一个年 比如说刚才是不是叫tm 杠谁了在这儿 义儿 是不是就可以轻松的 把他的这个圆组里面的年得到了 因为圆组的话呢 他是不是点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取出这个tm杠 一后边的值了相当于 嗯 然后我还可以通过谁呢 在这儿叫t点 然后叫tm杠 m 欧文是不是就得到月了 如果你需要单独来去得的话 你也可以啊 用这种圆组的方式来去获取了 就是local time 只要用一下local time 他是不是就给你转成圆组 只要转成圆组了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t 然后去得到他里面具体的一些值了 嗯 就是把这个 然后